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周我们透过很多方式 用尽量轻松的方式 跟大家沟通 当然其实说穿了 其实各位对我而言 就像老师坐在那里 我像个学生跟老师来做报告 当然这个报告的成绩好与坏 跟各位如果看YouTube的话 对不对 会可以按赞对不对 就打分数说这个学生 pass了没有 有没有及格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YouTube上面看 新闻点评 你不要忘记给我按个赞 这个表示你是给我打的成绩 我pass了 当然后面我就好好努力 让你能够按得下去 对于这个制作节目来说 我都是希望在那种 好像那种短评快的新闻当中 真正的去找到新闻背后 有趣的东西 跟大家做分享 不然我讲实在话 中美贸易战翻来覆去 覆去翻来 我自己都坦白讲都不要看新闻 那个大概套路都差不多了 只是一直在变变变变变 那话说这则新闻有多久 已经都快两年了 一年半 当然这个礼拜有一些 这个密集的会谈算是一个 又迈进了一大步 对中美之间的这种过去的这种 矛盾似乎慢慢正在化解当中 这些都是要大家的努力 所以在今天的新闻点评当中 我们倒不是针对什么所谓中美贸易战 那些孜孜节节 到底现在谁输谁赢走到哪 我们不谈那个 我们谈一个大东西 美国总统 对不对 这个美国总统 这个听起来 这个一听大家说 这个职业挺不错的 你去问很多人说 你想不想当美国总统 大概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说 看起来还不错 对不对 第一就是世界大国耀武扬威 指挥的美国那么强大的军力 对不对 这个国家那么有钱 各方面走来走去 你看多棒的一件事情 这个大概是很多政治人物 这个梦寐以求的一个位置 当然他有前提 你要在美国出生 你要是美国人 这个大概我们可能比较 有缘人不多 那大概昨天有些朋友应该有缘 可能在美国生的 那不在美国生的还不行 这个那我们就讲 美国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每天就在那边 这个一讲话 大家全世界都发现 哇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时代在进步 就连这个美国总统 这个工作形态也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谈 这个美国总统 因为如果要讲那个历史给大家听 又变得上历史课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课比较档次高 对不对 叫做人文地理 对不对 这个地缘政治 这个就地理课跟历史课的 这个高档称呼 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谈美国总统 就免不了要讲一点这个历史 那讲到历史一定很枯燥 对不对 几百年美国建国前 这个从移民开始到美国建国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快400年了 对不对 如果我在跟老师跟你上课一样讲 我告诉你保证保证保证 大家都睡觉 肯定睡觉 连我自己都睡着了 对不对 无聊到几点 尤其我最怕就是背那个年份 所以我们我们的课程当中 基本上没年份就大概抓一个数字 就好了对不对 好 那进入今天的新闻话题 最重要我们就要讲美国总统对不对 讲他被弹劾了 弹劾了对不对 最近他被弹劾都快疯了 然后他就前两天 说要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给弹劾掉 人家弹劾他 他说我弹劾你 对不对 你看牛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可是又想回来 这个总统不是有很大的权利吗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一次好像像过街老鼠 人人喊党 就连那个众议院议员 连共和党的都不挺他 不要说民主党 民主党要黑他 天经地义 反对党就要反对执政党 那自己同党同志都不喜欢他 对不对 那可是看特朗普 你说他有才华 真有才华 又有能力 对不对 人又长得帅又高 对不对 除了年纪大一点 基本上还蛮符合的 就是那种 又年轻又高又帅 又白什么这些 都蛮符合的 可是大家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你不要说特朗普 人家还蛮有才 当年还出了很多畅销书 有人说是捉刀 就是写手帮他写的 他就讲一讲 大概什么 写手就去写 把他那个理念写成一本书 当然以他的名字出书了 他付写手钱 这在美国是一个正当的职业 专门有那种写手 对不对 您忙 您这大老板忙 没关系 你跟我讲一下 赚钱知道 我们下午可能喝杯咖啡 你讲完了 我回去就给你写一个 几万字的一本书 对不对 当然你要付我钱 你能不能卖掉 我不管了 你卖掉一本 我也拿那么多这个撰稿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特朗普前前后后出了十本书 这十本都很畅销 什么教你如何致富 如何经商 什么 反正就是坦白讲 越没钱的人越会买那些书 为什么 越想变有钱人 如何教你成为百万富翁 你光看那个书名 对不对 这个就像标题党 骗的是很多人买 他的书最畅销的一本 还可以卖到三百万本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特朗普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找携手了 反正他蛮有才 但是这个总统 我们要来看到美国总统 就要讲从一个 一个大家在喝的酒讲解好 对不对 这个总统跟酒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基本上美国总统都喝酒 我们也喝酒 对不对 像我讲的朋友喜欢喝茅台 对不对 现在茅台好贵 白酒 有人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 对不对 有人喜欢喝法国白兰地 甚至有些人说 这个一定要法国葡萄酒 对不对 拉菲什么 对不对 要喝到档次 对不对 才能显身份 当然有些人喜欢水果酒 不同的 各有所好 甚至还像欧巴马 欧巴马最喜欢喝什么酒 大家都猜不到 啤酒 对 你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了 啤酒 对不对 他最喜欢喝啤酒 他每次要各国政要跟他见面 你知道 他找人家干嘛 喝啤酒 有时候欧洲人他们喝啤酒觉得说 那个是休闲饮料你知道 有时候总统跟总统坐在一起 喝啤酒挺怪 但欧巴马比较潇洒 对 袖子一碗就开始喝 各式各样的啤酒 他都爱喝 回过讲酒跟总统的关系 当然在历史上 我们看过很多总统都喜欢喝酒 有大概大部分是比较偏好 这个葡萄酒 但一两个是比较偏好那种 威士忌 威士忌 就是比较强一点的 那当然 这个美国的威士忌 叫Bourbon 这个如果我们形容 这个有点跑题 但要讲一下 如果这个喜欢喝酒 朋友都知道 你如果有喝过这个苏格兰的威士忌 你喝到嘴里的感觉 就像感觉像个绅士 很优雅 服装很整齐 这个五官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那种优雅的感觉在口腔里面 有那种层次感对不对 如果你喝美国的Bourbon 它也叫威士忌酒 是美国Bourbon 它基本上你喝在嘴里 感觉的是一个骑在马上 非常的粗犷 满脸风沙 还有皱纹的 那种感觉 这个坦白说 就是很辣很辛辣 非常那种辛辣 那这个中间差异 是因为苏格兰威士忌 大分是用麦 这个酿出来的 那当然美国是因为当年 这个移民在大航海时代之后 这个英国移民就来到了美洲大陆 那这个人民对不对 生活苦闷去那个地方 除了印第安的原住民之外 对不对 就是要干活 大家就带了一些酒去 但喝的喝的 那个酒就不够了 对不对 他们就开始 后来就开始自己酿 什么什么 这个就飞黄腾打 那刚开始美国那些移民 那时候还是没有成立美利坚合众国 还是在殖民地 他们就开始酿 他们酿的时候 大分在宾夕法尼亚 宾夕法尼亚在哪呢 简单讲 各位打开地图去看 在五大湖区的旁边 宾夕法尼亚 那因为宾夕法尼亚蛮大的 这边可以几乎接近纽约了 这边是五大湖这边 宾夕法尼亚 在这个区域 因为那时候移民 都住在我们讲过在东北方 东北方 东岸的北边 这一批四三家公司 什么维基尼亚什么这些 免婴什么都在这一带 那他们就在这边酿 他当时酿的时候 就拿一些什么玉米 当地出的这些麦子 什么就很合这些 这个古物就来酿酒 酿出来的酒的 当然不能跟他们原居地 苏格兰的那种 威士忌相媲美 那也就喝对不对 因为这个毕竟运过来又贵又运费 我们就自己酿自己喝 自己种庄稼 自己就酿酒 在酿的过程中 其中有一个人他就发现 这个滴滴安人 也用玉米去酿酒 那当然没有蒸馏了 就是发酵而已 有点像米酒那种味道 米酒那种档次 那当然后来因为美国 在南北战争什么这些过程中 就慢慢开始发现 这个酒 这个农人常常从乡下 就拿着酒到城里卖 赚了钱就回去 因为那时候打仗要钱 对不对 就说这样好 我们就跟这些农民来磕睡 对不对 他卖酒我磕睡 这样好不好 我们就有钱去打仗 那这个农民你也知道 这个农民都是 大家都是小本经营 对不对 就觉得日子不好过 大家就开始 所以就往肯塔基走 就更往南边下来了 就逃睡 大家都往南边跑 南边那时候没什么人 大家都跑远一点 天高皇帝远 对不对 基本上天朝皇帝管不到我们 我们就跑到肯塔基州 到那边去种玉米 然后我们开始酿酒 所以美国的bourbon 基本上都是玉米酿的 对不对 但是有人形容那个bourbon 有点不太好听 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过 因为他说喝了bourbon 这个whiskey 有点像马尿 我心想你喝过马尿吗 对不对 但是我至少喝过bourbon 我觉得就真的像西部牛仔 粗犷 辣得要死 没有那个scotch 那种苏格兰whiskey的那种层次感 好 这个言归正传 继续来讲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爱喝酒 喝喝喝喝 对不对 这个当然喝的过程中 每个人酒量不一样 有人喜欢不停的喝 听说特朗普 他还叫他儿子 他儿子不像他女儿在白宫上班 他就弄了个酒庄 让他儿子去打广告卖酒 当然挂的是他川普 对不对 你想想看很多人都请客 今天我给你请你总统酒庄的酒 对不对 上档次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生意做的好像还不错了 他一直在推销 反正他是生意人 他从哪到推销 开会要去他们家开 对不对 什么海湖庄园 对不对 那酒一定喝他儿子酒庄的酒 对不对 女儿呢 没有什么事业 那来白宫上个班 所以我想要发财 不一定要买书 我看看那个新闻点评 大概你就知道如何致富知道了 我们继续讲 这个总统跟酒的关系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 大家可能都听过 美国 当年有一个禁酒令 禁酒令 这个禁酒令当时就什么 这个很多国家 其实没有那么严格 美国后来因为很多那时候男人工作很累 大家下班之后就跑到酒吧喝酒 喝酒 那这个当时 美国的女性没有投票权 只有男性有 那这个很多老婆就觉得这些老公 你下班 你不过回来刷锅子 刷碗洗马桶 对不对 你不过跑去喝酒鬼混 这很多女士们 这个家庭主妇就很 一直心里这个有点生气 这个政治人物突然就看到这个点 对不对 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原因了 这个政治人物就跟这些女性说 这样子我如果 因为女性那时候开始有投票权了 对不对 就刚刚争取到有投票权 那这个政客就发现了 这批新的选民 他们最介意的一件事 就是老公晚上在外面喝酒不回家 他就说这样 我们如果能有一个禁酒令 那这些老公都回家了 老婆就高兴了 票就是我的了 对不对 我聪不聪明 对不对 大家一想这个好聪明 所以每个议员就说 我们要敬酒 对不对 那这个倡议一开始有大家都心知肚明 你要是反对敬酒 基本你付女票没了 你没了 你完蛋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女性不能得罪 到现在也是一样 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要尊重女性 所以那时候敬酒令就开始了 觉得老公就没酒喝 他就回家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全世界都一样 这个施酒就开始了 那那时候他们怎么卖 他们说那叫咳嗽药水 在哪卖 在药房卖 卖的是什么 说穿的其实就是酒 就威士忌 对不对 那装在上面写 咳嗽药水 那如果有人来说 这治病的 那医生在当时是可以开这个厨房签 因为他们要稀释咳嗽药 要用酒精稀释 所以除了教会 不是要领圣体 喝圣血吗 对不对 那是葡萄酒之外 其他任何地方是禁止 有这个酒 但是医师处方是可以 所以那时候医生很忙 每天一开门 一堆人都来咳嗽 医生我咳嗽 要买药水 对不对 队伍排好长 医生心知肚明 反正我收挂号费 就收钱 大家就拿着这个单子去药房 说我来买咳嗽药 对不对 那个药房除了咳嗽药 没别的 因为每天排的队买咳嗽药水 好 那这个当时美国有那个黑手党 就看到这个利润特别好 对不对 就决定说咱们来酿湿酒 就弄那种地下酒吧 所以你们也别去看医生了 你们就直接来我这里 那当然各位看过那种电影 到后来那黑手党打的 咪哩哗哗啦的 大家争地盘 什么什么 卖湿酒 那个过程 那些家庭主妇就讲 不对 原来敬酒令 可以让这个老公乖乖回家 没想到这个老公 天天去逛好看病 然后花更多的钱 去买咳嗽药水 要不然就去那个地下酒吧喝酒 那个酒原来一杯一块 现在五块 因为是非法的 他价格就可以高 那时候那些老婆想说 那我傻啊 对不对 他还不如去酒吧喝酒 政客一看 机会来了 然后因为那时候黑社会实在闹得太大 大家抢地盘 对不对 拿了机关枪在路上 咔咔咔咔咔杀啊 对不对 大家彼此啊 但是这个警察抓他吃酒 抓不完啊 抓不胜抓 那天底下哪有进得了 对不对 人类喝酒 那那西元前啊 那历史记载 对不对 有了种出葡萄之后 发现就可以酿酒 那更多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酿啊 对不对 中外接染 那不需要交流啊 大家都在酿啊 对不对 可能是那个 那个米饭放葛叶坏了 发现还蛮好的啊 出水了啊 很好 很好喝啊 这个起源怎么来 就不去考证了 但是这个人喝酒这件事情 是欢乐的 对不对 喝了以后就很嗨 对不对 这个有人是酒后吐真言 这个千万不要酒后乱信 就跟人家信不行 一定要自己信自己的 不能乱信 那个该信王就信王 该信张就信张 不能乱信 所以这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选民啊 其实绕了半天 我们讲一个点 就是选民对政治的影响 太重要了 尤其在西方国家 这个政治人物啊 基本上是跟着选民走 对不对 我们刚刚用这个酒啊 敬酒令 做一个例子 对不对 那到今天的美国政坛 其实只要是民主选举国家啦 都一样 跟着选民的民意啊 在走 对不对 民意在走 对不对 你看以前啊 我们做媒体 那个叫做呢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做什么 对不对 就给观众看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不是观众要什么 但随着时代的改变 这个媒体平台其实也没变了 什么电视啊 广播啊还在 但是呢 当然多了一个这个什么油管啊 什么这些社交平台了 但是那个原则还是一样啊 对不对 只是以前呢 这个报新闻要那个 那个要有证书上岗证书啊 要长得这个年轻貌美啊 什么什么 对不对 现在我们基本上就不要证书了 不要那个什么普通话 什么证书不要 基本上年轻貌美也不要了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做 自媒体啊什么都来了 对不对 以前你跟他讲说你是主播 大家说哎呦 罕见嘛对不对 很少有 你现在一听主播 大家说嗯 你这个身材不太好 怎么能当主播呢 对不对 基本上主播现在要有那个 对不对 要有点本钱嘛 你才能当主播 所以我现在都不太敢跟人家讲 我是做 我只说我主持节目 这样就好一点 对不对 我万一说主播 人家说 你是哪一种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变化很大 但当年呢 我们是生产导向 我做什么 你们就看 对不对 但随着时间的转变 在我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现在慢慢变成什么 这个客户导向 以前是生产导向 现在是客户导向 大家要什么 我做什么吗 对不对 我做大家不看 你有用吗 对不对 我今天叫大家烧菜 你会看吗 对不对 我手艺又不好 然后讲的呢 还不如你 你会看我吗 不会 对 但我跟你讲故事 你会觉得 反正我很无聊 周末 对不对 我就听你讲故事 好 所以现在叫生产导向 所以我们你看媒体都在变 政治人物也是一样 他们也在变 他们也跟着民意走 而且越走越快 随着时间的改变 那个民意不再像过去比较慢 就是每四年三年选举的时候 才拿出拖出来考验一下 现在去候选人是 这个政治人物 天天在那边就像干扁自己豆 放在锅上不停的扁 扁来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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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以前的媒体还没那么扁 对不对 但后来现在 哇塞 大家都上去扁一下 对不对 连自媒体也把你扁一下 对不对 扁扁扁扁扁扁 扁到后来 你想政治人物 透明那不用说了 对不对 你什么祖宗十八代做过什么事 他通通知道 这个资讯真快 所以你看特朗普 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经典 对不对 这个玩推特玩的 这个等于是 这个有人形容 现代的这个时代叫做战争时代 对不对 这个战是哪个战 按战的战 对不对 按战 战 争取的争 一样那个争 但是战争时代 那怎么讲呢 谁争取按战的多 谁就赢了这场战争 但是做节目也是一样 你节目做了半天 没人按战 那你就马上给你关掉 关了淘汰 这节目不能再做 对不对 当候选人也一样 他特朗普 要是他推特 没有人follow 没有人追随 那他就傲了 就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 这个美国进入了一个弹劾总统的阶段 这个特朗普到底会不会被弹劾 他弹劾之后 对美国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中间休息时间 对不对 大家喝口水 然后去该去的地方 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新闻点评 一会儿见 各位老师 我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第二段新闻点评 那当然谢谢大家过去一直以来的支持 能够让新闻点评 这个一直有前进的动力 当然过去我们其实新闻点评 做了满长一段时间 很多年 但是过去呢 大部分是透过电视跟广播 在频道上播出 而且只是现在纽西兰的境内 那随着这个社交网路的发达之后 我们在YouTube上面呢 能跟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互相的切磋交流 对于做一个媒体人来讲呢 这个我自己都感到是 过去从来不敢想象的一件事 这个能够去服务更多的人 带到更多的资讯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未来呢 我们会继续努力 把我们的节目呢 做到更好 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意见跟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当然在过去几周有很多朋友 有几个朋友 不是很多 在这个YouTube上面呢 留言对节目的这个长度啊 内容啊 有很多这个意见建议啊 批评指教 那我都续心接受 我会尽量把节目呢 这个做到内容更充实 这个关于时间的长度呢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啦 因为我们是一个钟头的节目啊 这个时段是摆在这里啊 我不能偷懒对不对 跟各位讲12分钟10分钟 然后就结束了 后面呢放放音乐啊 或者跟大家撒笑 这个这个有点 就对不起自己良心了 所以这个可能你觉得 我讲的这个 怎么水分那么大对不对 那基本上 就这是新闻点评的特色 新闻点评呢 要是没有水分呢 那就不叫新闻点评 对不对 因为水分对我来讲 很重要是觉得呢 每天我们口渴要喝水 对不对 这个食物当中要是没水分呢 干干的面包你怎么吃得下去 对不对 所以水分呢 在某一些节目当中啊 这个含水量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你想那个植物没有水分 也要死掉啊 所以呢这个节目有水分 树木啊 树木不是节目 树木没水分也会死掉 所以节目呢 跟这个树木都有木质嘛 所以都要水分 对不对 这个逻辑还可以了 好 那进入第二段 我们要讲的就是呢 美国总统 这个四十几个过去了 对不对 大部分呢 我们当然讲都是欧一白人男性 那除了除了除了欧巴马 第44届欧巴马 当了这个非洲一的美国人 当了总统 这个女性呢还没有了 但是美国总统啊 因为当年在开国的时候 这些美国打独立战争 当然非常的不容易 那些开国元勋啊 什么富兰克林啊 什么这些人啊 他们就一直很担心 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如果建立的话 将来会沦为啊 这个帝制 因为那时候的世界啊 都是帝啊 对不对 大家都是王啊 对不对 皇帝 那都是代表什么 天子啊 这个很奇怪 中外都一样啊 你去看那个俄罗斯撒谎 对不对 什么法国的 意大利的 英国的 这个西班牙的 到中国天朝上国 他们都叫什么 叫这个皇帝国王 都叫自己是什么 就是神派来的 就中国叫天子 就是老天爷啊 派来的 对不对 在儿子嘛 叫天子 那那个西方也是一样啊 这不奇怪 他们好像那时候有 有互相这个联络过了 那像天兽王权什么 这个都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西方啊 什么加冕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教堂里面 透过那种大苏妻主教 苏妻主教 或是那个教皇来加冕皇冠 对不对 这个就代表什么 他们是有一个 这个有个法统是来自这个上天 他们代表上天来人间 治理人民 那个观念是什么 从上往下 好 到了这个美国啊 两百多年前 农民起义啊 搞独立啊 便宝打 打的过程中呢 基本上呢 带头的是因为有当过兵啊 那个叫华盛顿 对不对 说他在英军服役过 还当一个什么少校还中校 说来来你带队 不然农民啊 枪都不会开 好 华盛顿就带着 抱歉 华盛顿就带着这个 这个农民啊 就打完了 打完了以后就 后来就 就这个独立宣言 然后就建立一个美丽坚和中国 在这个 这个写宪法的时候啊 这些美国这些先胜先贤呢 在废城 开了大陆会议 他们就说啊 这个咱们一定要制定一个法 改天呢 我们就算了 这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后 我们已经都不在了 对不对 至少这个美利坚和中国啊 不会变成 美利坚和中国帝国 那就这样的话呢 那个就有人做王了 那就完了 对不对 我们的努力啊 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理想 就付出东流了 好 所以他们就开始 你啊你啊你 基本上 美国总统的权力呢 其实被削的非常小 而且他把总统的权力呢 就是国王的权力啊 分成三等份 所以美国有立法司法行政 对不对 分别 皇帝 总统不能叫法官说 你听我的把他判死罪 不可以啊 法官要独立出去 对不对 法官说你讲你的 我做我的 我依照我的专业 或法律的条文 来审案判案 那行政机构也是一样啊 不然现在美国众议院 凭什么可以去弹劾总统 对不对 那个机制是当时在宪法当中 就写进去了 就是要这个 这个总统如果有问题啊 这个民意机构啊 众议院是人民选的嘛 对不对 有权力去探户总统 不要让他什么滥权嘛 对不对 你有总统滥权 那自立为王啊 那就不行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 美国当时那些先胜先贤 就制定了这些东西啊 说句不好听啊 就是防王条款 防止有人当国王 条款写了一大堆 对不对 所以特朗普呢 今天呢 这个被这个要弹劾之后 气得要死 但是做美国总统啊 其实跟每个人去做每一件事情一样 大家都有一个愿景 对不对 譬如说你今天当了公司的CEO 或是你升官当了这个部门的主管 经理 你有一个愿景 说在我的任内我要做点什么事 对不对 让后面的人看看我当年在这个位置上 留下了什么 对不对 那最简单的就像过去啊 大家在那个楼啊 桥啊上面数个名嘛 对不对 表示这个楼是我 这个桥是我任内啊做的 但这种东西呢 太空洞 对不对 其实那个桥哪来的 纳税人就 是交税交出来的嘛 跟你又不是去盖的 你只是刚好在你的任期 你挂了个名在那个桥上面 在那个楼上面 真说实在话 那还好意思挂 要是我们一般人啊 都不好意思挂 第一 钱没出钱 没出力 只出了名 哎哟 真的像花吗 对不对 所以以后呢 有人要把你的名字 挂在什么楼啊 桥上呢 你要想一想啊 因为那个东西呢 会被后人笑说 你看 不出钱不出力 只出名啊 所以呢 在还好纽西兰很少见 除非那个人真的是 真的有贡献的 一般都不太会有 或者是他捐的 叫澳大就有 对不对 有人捐了一栋楼 那就用那个楼 用他的名字命名 那就算了 因为他出钱了嘛 对不对 好 那就讲到这个美国总统 大家都有愿情 那其中有一个人 还真佩服 那个人叫做什么 罗斯福 什么时候的总统呢 二战的时候大家都印象 美国总统罗斯福 其实罗斯福在美国历任总统当中啊 他算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总统 他基本上不是军人出身哦 对不对 因为美国之前的总统 很多是军人出身 二战就是战争前后 也有一些总统是当过军人 像什么艾森豪啊 什么肯尼迪啊 他们当年都是战斗英雄 但当时罗斯福他在二战之前啊 就是美国总统 其实他在当总统之前 他得了那个小儿麻痹症 穿那个铁鞋啊 就有人看过嘛 就支撑因为小儿麻痹是站不起来啊 这个必须用拐杖 但你当总统 你不能让人家看到你拿拐杖啊 他就穿那个铁鞋 那穿铁鞋呢 可能各位看过 那很辛苦的一件事啊 外面是当然穿的西装裤 看不出来 但是呢 他是靠那个铁架子 在支撑你的身体 好 那罗斯福呢 这个非常有勇气啊 这样医治啊 虽然生了病 他并没有因为有病 他就放弃努力 后来一直努力参选 当了美国总统 接着呢 在他的任期当中呢 他也不断的去做了 很多的这个计划 尤其是当年 美国在这个三零年代 经济大萧条 之后的经济复苏啊 罗斯福做了很多贡献 那所有的美国媒体都知道 总统呢 身体这个 对不对 有一些残疾啊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默契 就说不要去拍摄 罗斯福啊 是小儿麻痹的这件事 比如说拍到 他都坐在那里 或坐在车里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照片 罗斯福都是用坐的 坐在椅子上 但没有人看过他拿拐杖 他不拿 他很坚持 甚至到国会演讲 他还是坚持要站起来 演讲 那演讲时间很长 对一个有残障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事 但他做到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 后来他也是美国总统任期当中啊 唯一一个做了世界的 因为在后来修法是只准做两届 在在罗斯福时代是历日过去的总统 罗斯福之前的总统 大家都是遵循华盛顿的那种风范 就说华盛顿当时说 你们一定要我当总统 可以 我只做两届 我保证做两届 我就走啊 我不恋战 他本来不做 大家死托活了 你来 对不对 他做两届 那后来大家都 既然前面有华盛顿 已经垂饭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大家怎么好预愿呢 大家都说两届 两届 那到罗斯福原来做两届就要结束了 就打仗了对不对 珍珠港被偷袭什么 他后来又当了 又当了第三届 到第四届 当然任期没完就很遗憾了 这个最后身体蹭不过就病逝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尤其在他二战打到最后的时候 他的身体其实状况非常差 但是当时 因为在整个战场上 太平洋战争 欧洲战场是已经打快完了 对不对 亚洲战场还在那边 日本小日本顽强抵抗 所以当时美国就觉得 已经打了那么久 这整个战争 是苏联 当然是苏联 他希望苏联出兵 从东北打日本 这样的话两面夹击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 因为那时候还没考虑要丢原子弹 对不对 真的是一打一的这样子 每一个岛都是几万个美军 就葬身在那个地方 一个一个拿 跳岛作战 那不是说随便好像跳一跳就过去 都要几万个垫底垫上去 踩得鲜血走过去的 所以这个过程 罗斯福就想说如果苏联南下他北上两边夹击日本 那他就找这个斯达林开会 他就说我现在在督导战争 我不能离开 那你来找我开会 所以他们就去了亚尔达 开了这个会议 这个是亚尔达会议 这个当时是在这个1944年诺曼地登陆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时间点 这个年份一定要讲一下 要讨论一下 所以他们在1945年的2月4号 在亚尔达开会 但当时各位知道 这个罗斯福身体非常不好 他从美国到亚尔达 亚尔达在黑海这边 他必须经过这个大西洋 对不对 过去这边 当时就用军舰带着罗斯福过海 那个罗斯福基本上据后来的报道 他上船之后都没有离开他的房间 因为他身体当时实在是 已经到了那个最后的阶段 但是为了这个结束战争 要这个苏联出兵日本 他只能硬着头皮 对不对 把命豁出去的地步去了 到了这个黑海之后 还坐一段飞机到亚尔达 到亚尔达之后 这个丘吉尔来接他 发现了那时候罗斯福已经是 真的是已经就是像一个 那个游灯将近的这个老人 非常的憔悴 因为那时候其实还蛮冷的 二月份对不对 他坐在车里那个照片 照片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 这个一个总统他不会只是贪恋权力 他真的是希望做一点事 结束战争让世界有一定的和平 那当然在过程中最后把这个整个世界秩序 什么英 美 俄三方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当然罗斯福回去没多久就过世了 接着这个就是杜鲁门副总统就宣誓就任 后来看到这个后来开了波茲坦会议 觉得说我有发现他因为当总统才知道 他们家还有那个曼哈坦计划 还有原子弹对不对 他就说先试爆一颗 发现这简直是超级无敌铁金刚丢两颗送日本 对不对 咱们就快点结束 因为当时要不要丢这个原子弹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原子弹这个威力有多大 这个对付日本要打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丢下去是杀伤平民很严重 但当时杜鲁门知道 这个其实苏联出兵打日本 那个一直拖 他一直拖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直到真的日本投降的前几天 苏联才出兵大举南下 这个当然就另外一段故事我们再讲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当时那个环境担任总统的人 那种就是说我在任内 真的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那你要去数有好多 对不对有很多总统或是这些政治人物 在任内的时候 就是情愿甚至在生命都垫上去 也要为国家去做点事情 这是每一个 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对那个国家的一种 一种尊敬 一种尊敬 因为如果你不爱这个国家 你不会愿意为他牺牲新命 那罗斯福就是树立了美国总统的一个典范 所以至今在很多民调当中 说历任美国总统当中 大家觉得谁可以排在前面 就是排名 罗斯福到现在还是排得很前面 就表示他对美国的贡献 让所有的美国人至今还记得他 对不对 他讲很多名言 他的做事风格 大家都记住 对不对 其实美国总统那么多 大家能记住的几个 对不对 过了就过了 除了那种绯闻的 什么办公室恋情的 大家还可以八卦一下 其他人都没什么嘛 就过了就过了 好 那今天就讲到特朗普 特朗普当了总统之后 他一直以来 他真的也希望做点事 但他的风格 为什么会招致今天会被弹劾呢 对不对 他被弹劾的概率有多大 那我们还正要再休息一下 等我回来之后告诉各位 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点评第三段 好我们继续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呢 把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那我想呢 我们节目的特色呢 就是希望大家的参与啊 所以在总结的过程中呢 其实没有总结啊 总结呢 是看各位在听完之后 请各位啊做总结啊 那但是呢 说实在话 美国总统啊 会不会被弹劾呢 实际上门槛很高 过程很复杂啊 那如果要争取在2020呢 明年的11月3号之前 把特朗普弹劾呢 实际上这个第一 做不到 那时间太短啊 第二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没有意义 因为他都要卸任了 你把他弹劾呢 他就总选 对不对 那但是这个过程 对于这个握有行政权力的 总统来说 这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就是一个牵制 这个因为为什么 否则的话任何人呢 他经过一段时间 说权力会膨胀 膨胀之后呢 他就会什么 滥权 这个是美国这些国父 先生先贤们呢 他们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 最重要的精神 特朗普你说他好与坏 功与过 一般呢 盖棺论定50年后 特朗普他的做法 不同的视角看 有不同的解读 在华人的视角 大家骂死了 可是站在美国人的视角 会觉得特朗普太酷了 对不对 Good man 对不对 你看我们美国人呢 就终于又站起来了 所以不同的角度 视野不同 那当然的做媒体啊 我们也要不能预设立场 我们不能告诉各位 绝对是怎么样 或绝对不是怎么样 最重要把所有的资讯带给大家 但是从美国这一次 特朗普的弹劾案 更可以凸显出来 美国在面对中美之间的时候 这个感觉已经在变了 对不对 美国过去那种要求跟他有矛盾的国家 修改法律 接受监督那种概念要慢慢拿掉了 因为美国过去在二战之后 就是等于世界强国 他可以要求这个国家修改法律 然后呢 我监督你执行的情况 这个时代要过了 对不对 你今天所面对的中国不再是能够要求 中国去修改法律 接受美国政府的监督 你要尊重对方 对方是大人 就像父母对孩子 你可以要求功课给我看 你写了没 但他如果读大学的时候 父母不能讲这个问题 不能说功课拿出来看我 我看你写了没 那你要尊重他 你只要说都OK吗 他说你没问题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成长的过程 当然这个中国今天看待美国的时候 因为过去中美之间有矛盾产生的时候 中国就说安抚美国 说好我买你的农产品 我买你的天然气 再不行 我买你几架飞机多买几架 对不对 我们贸易平衡了 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 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要的不单单只是中国买他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当中 他有个好处 他避免了误会而产生的那种摩擦 甚至战争 他透过贸易争端 大家不断的在这种协商当中 慢慢看清的对方 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 也不是过去的美国 这个最重要 因为如果大家还停留在旧的思维 旧的观点 那中美必有一战 对不对 那是人间的浩劫 谁能告诉我一场战争没有死人的 那个盒子是百千万 那是百万 所以历来能够不战争就不需要战争 武器只是作为肌肉的一部分 对不对 你练肌肉难道就要骤人吗 这是两个概念 所以不代表有肌肉就一定要去打人 所以在这次中美贸易战 我个人倒觉得非常好 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 大家误会将来很深 更不好讲 对不对 但随着贸易战打了一年多 虽然每天的新闻翻来覆去 就是这些 但是到今天我个人的感觉 发现非常好 大家都看清楚对方 已经不是过去的模样了 那如何去接受新的对方 对不对 互相能够继续走下去 这才是未来之道 也欢迎各位如果观看YouTube的话 在下面留言 表达您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 今天非常高兴在空中 跟各位做了那么多的分享 也谢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继续努力 下周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